我们今天访谈的对象是2018年第二届台湾国际双钢琴与联坛音乐大赛双钢琴组的冠军的得主 当时在比赛的时候所有的评审老师都给他非常非常高的评价 那么我们先来听听他们跟我们谈谈话 那么首先呢我先介绍周玉伟 请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大家好我是周玉伟 我在研究所之前都是一直念普通班 那我是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 那毕业之后非常幸运地考取了北一大德硕士班主秀钢琴 那我现在是一名上班族 刘兹凤老师 大家好我是刘兹凤 我是高雄人 那一路呢从国小国中高中都念音乐班 那从奉兴高中音乐班毕业后考取台北艺术大学的音乐系 那现在正在台北艺术大学的音乐系就读博士班 所以大家可以听出他们两位是截然不同的这个学习背景 其实呢在十几年前呢我就曾经跟周玉伟 我们一起去波兰参加过音乐营 没想到呢十几年来都没有联络 然后竟然在比赛的场合上面碰到了他 那我想很好奇他们来参加比赛的原因 好不好请两位跟我们讲一下 一开始就是在网路上看到这个比赛第一届的举办的情形 然后觉得这个比赛好好办的真的是非常有诚意 而且相当优质 不仅奖金真的是相当的丰厚 而且整个比赛的场地啊使用的钢琴 还有他强调要把整个曲子弹完强调演奏的完整性 这都是普通比赛不常见的 那另外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自己在研究所的时候 也非常欣赏自奉的演奏 就是他有非常独一无二的音色跟音乐性 那当然苦于我们研究所大多是集中在独奏 比较没有连弹的机会 那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就希望可以好好把握 所以就决定参赛 那么自奉给我们谈一谈你的参赛原因 当玉伟向我提出邀约的时候 那因为我们在研究所念的时候 是同一个钢琴教授李国渊教授 那当时我们并没有合作双钢琴的机会 那玉伟在研究所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相当理性分析很好 然后逻辑性很高的人 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位 在音乐上的很好的朋友 所以当玉伟对我提出邀约的时候 我就很开心 我就说好那我们就去参加吧 2018年第二届的双钢琴的比赛的现场 我们有两位台湾的这个评审 另外还有三位是国际级的评审 那么五位评审都一致的非常的赞赏 两位的演出 那么我们想听听看 他们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们是怎么样的学习 和怎么样的合作 好吗 首先还是非常感谢评审们肯定 觉得倍感殊荣这样 那在这个合作过程当中 毕竟我们也是第一次 常挑战这个双钢琴的曲目 不过我觉得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在对于音乐的理念 还有一些意象上面的想象上面的沟通这样子 有时候沟通显得比练习还来得更重要 那当然因为这首曲子 它除了是双钢琴版本 它还有一个五重奏的版本 所以我们就有时候我自己会去参考 种奏版本 它是怎么样去分配给不同的弦乐器 那你在音色上面的想象就会更丰富 那Brams的音乐还有很多跟 就是像交响乐有关的东西 我们也会往这个方面去想象它的音响效果这样 那我们在练习的过程里面 很多时候是讨论比谈的时间还要多 那通常我们在练习的过程的时候 一开始我们不会先练 我们一定会花15到20分钟 我和玉伟都打开谱 好好的去看谱里面的架构和身上的组织跟概念 所以我们在讨论怎么样能够呈现在听众的耳朵里面能够有立体的声响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讨论说 哦我们要把最低音要弹出来 然后把最高音要弹出来 对那等等 那我们通常练习到最后的时候一定会录音 录音完了以后呢 我们会当然就是会花时间每天听 然后自己去做笔记 然后再把自己的想法在下一次练习的时候呢 我们再一起讨论 那因为在 因为这个是一个合作上的过程 所以讨论有达成共识是很重要的 那在布拉姆斯的这个作品的开头 一直是我和玉伟都觉得思考再三的 就是一直在想说要怎么样找到音乐的异象 那到我们都练习的已经觉得自己已经是完整的时候呢 我们就决定去请教我们共同的在研究所的教授 想说能够请教老师能够有得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那老师那个时候就告诉我们 这个布拉姆斯的开头 这个第四乐章的开头 他的声响上面呢 有一开始的时候有完全八度的阴沉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小二度的阴沉 那这象征的 这个阴沉的关系上面是一个很 很和谐的跟很不和谐的 所以呢 其实这一开始的异象就是一个是最完美的声音 然后一个是最不完美的声音 那那个时候 汉玉伟就顿时豁然开朗 这样觉得说我们终于找到一个在心里觉得 哦原来音乐就是异象的想法呢 其实你弹奏上的技巧能不能做到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就是当你的头脑对于意象有一个很充分可以说服自己 跟我也觉得感动自己的一个想法的时候 那我自然可以透过我的弹奏来把它诠释出来 所以呢我们听听你们的这个练习经过 大家已经会发现他们不只是弹琴要用手指 弹琴更需要用你的思想更需要思考 做分析 好那么这个是他们应该是他们成功的原因之一了 关于那个指令曲 莫扎特K448号 两位的弹奏呢 也让我们觉得有没有独特的见解 好那么我们想听听看 你们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怎么练习 我们选的是K448的第一乐章这样子 那这个第一乐章的话 我自己在我们在诠释的过程当中的话 有特别的着重在这个结构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在研究这个曲子的结构 要让在谈一个段落的时候就可以好像听到整个曲子的全部 那就是对结构要非常有概念这样 那这样的话你都可以涂 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古典乐派的话 在对比的强调上面 那这跟结构其实是有一点点细细相关 有一点牵一发动全身的感觉 那志冯老师呢 我们时常对于语法上 还有在控制力上面做很多的讨论 一直想要追求更干净的触见 还有音色上的细腻度 所以我们会时常把重要的旋律 我们两个人会单手拿出来一起弹奏 看是否有一致性 那在分解和弦快速音群的部分呢 我们会探讨 就是说我们会讨论 深想上如何去堆叠 才能够不会说大过阻旋律 所以在这个部分深想的比例 控制力上面做了很多的努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莫扎特 这个作为我们的指定期的原因 从刚刚的访台里面呢 我们已经听到了 他们两位的这个 神奇受到的音乐的教育的方式呢 是不同的 那么可是呢 他们两个人合作起来呢 他们的共同语言却是一致的 那么我们很想听听看 他们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那么如果你想弹双钢琴 你需要有哪些的准备 和哪些的思考模式 好的 我觉得就是我们平常自己一个人练琴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要一个客观的耳朵 去听自己弹琴 但是在练习双钢琴的过程中 你这个耳朵是要听见全部的声音 除了听自己要听别人 那在这个练习过程中 其实你会有非常长足的进步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在我们学习的路上 尤其是弹钢琴 其实大多数时间都是很孤独的 那有这个联谈或双钢琴的机会 可以有一个朋友 跟自己一起分享对于音乐的想法 那在人生当中 还有对于当下的自己 在未来回来看的话 都会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回忆 我很赞同玉伟的说法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 第一个一定是要很喜欢音乐 然后如果你喜欢 你自然会花很多的时间 付出在这个方面上面 无论是听 无论是练习 无论是讨论 无论是你去探寻 好奇等等 那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是 一定是你能够有 在音乐的路上 能够有欣赏的朋友 那在因为有欣赏 所以你们更能够激荡出 更多的火花 然后你们可以 有更快的时间 能够培养出默契 谢谢两位宝贵的意见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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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